我现在在济南 然后这个位置是在济南的唯一路 很多朋友给我的评论里面就说 叫我来这边吃下这个超一星 我开始不知道超一星是什么 然后一看原来超一星是一个快餐 它是老济南传统名吃 这个等于好像里面汇集了好多各种小吃 就来看一看 这个点已经来得比较晚了 因为现在已经一点半了 这就是快餐 还有靶子咯 我看一下尝一下吃什么 就这样 哦 这还有什么大啥 鸡腿一大鸡腿 鸡腿一大鸡腿 那个还带来一个 对 那个鱼是多少钱一大鸡腿的 来一份吧 可以带一份自己端一起 自己端拿得好 拿得好 不是那个吗 这个拿就这个 看一下我们今天中午的午饭 这个是靶子肉 靶子肉呢 就是好多地方叫好不一样 有叫靶子肉的 也有叫笨肉的 然后呢 这个是清蒸 这个叫巴鲨鱼 然后这个猪血 还有个黄瓜鸡丁 这个汤是免费的 然后这一共花了36块钱 具体每样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了 尝尝这个靶子肉 很多朋友叫我来尝这个超义鲜啊 它这个在济南有很多很多分店的 其实呢跟那个 几年的笨肉实验的味道了 这个鱼好吃 这个新蒸鱼啊 它放了这个花椒 然后呢还有这些料 还有生抽吧 去腥过的 不腥 汤很好吃 可以蘸馍 蘸馍吃 比那天在那个锦宁那家店吃的好吃点 在锦宁那家店呢 可能我没找这地方 我是随便烂找的 嗯 太小了 我来这个北方以后 我就很少吃米饭 我还是喜欢吃馒头啊 饼啊 喝羊汤牛汤啊 蘸点这个 嗯 超乎感觉 哎 咱咱 它自家的菜味道真不错啊 我觉得这个快餐 它菜弄得好吃 虽然是快餐 真好吃 光盘心动 拒绝浪费 我的女朋友在我的大姨林下 她现在吃东西也是喊着口号 光盘心动 拒绝浪费 是我的橄榄 这么大的肌肉 嗯 嗯 这玉米都好香啊 光谈行动拒绝浪费 我现在在济南 然后这个位置是在济南的唯一路 很多朋友呢给我的评论里面 就说呢叫我来这边吃下这个超义心 我开始不知道超义心是什么 然后一看啊原来超义心呢是一个快餐 它是老济南传统名吃 这个等于好像里面呢汇集了好多各种小吃吧 进来看一看 这个点已经来得比较晚了 因为现在已经一点半了 这就是快餐 还有靶子 我看一下尝一下吃什么 看一下我们今天中午的午饭这个是把子肉 把子肉呢就是好多地方叫法不一样啊 有叫把子肉的也有叫笨肉的 然后呢这个是清蒸 这个叫八鲨鱼 然后这个猪血 还有个黄瓜鸡丁 这个汤是免费的 然后这一共花了三十六块钱 具体每样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了 尝一下这个把子肉 很多朋友叫我来尝这个超义心啊 它这个在济南有很多很多分店的 其实呢跟那个几年的奋斗实验的味道啊 这个鱼好吃 这个新蒸鱼啊 它放了这个花椒 然后呢还有这些料 还有生抽吧 去腥过的 不腥 这个汤很好吃 可以蘸磨 蘸磨吃 比那天在那个锦宁那一家店吃的好吃点 在锦宁那家店呢 可能我没找这地方 我是随便那一找的 嗯 我来这个北方以后 我就很少吃米饭 我还是喜欢吃馒头啊 饼啊 喝羊汤牛汤啊 蘸点这个 它自家的菜味道真不错 我觉得这个快餐 它菜弄的好吃 虽然是快餐 真好吃 光盘心动 拒绝浪费 我的女朋友在我的大爷林下 她现在吃东西也是 喊着口号 光盘心动 心情浪费 是我的橄榄 这么大的肌肉 这玉米都好香啊 这玉米都好香啊 光盘心动 拒绝浪费